将两台机器对齐 齿如咬合 齿如咬合上 地上打上膨胀螺丝 膨胀螺丝 这个机器也是固定膨胀螺丝 现在开始接电源线 RST为电源线 现在电源线接好 主电源通电送电 送电以后 技术器设置 最右边这个 按成乘1 设定数据 现在开始通电送电 电机转的方向 顺时针旋转 点动按钮 手动点动按钮 自动 启动 现在 开始穿丝 一根铁丝 在下方 一根铁丝 在上方 从这个 塑料棒 下方传入 另外一根铁丝 从塑料棒上方传入 两根铁丝 两根铁丝 通过绕丝头 穿过来 然后用力转 用力拉铁丝 拉到一定的长度 一定的长度以后 在这个 拉紧器 拉紧轮 下方传入 绕上方 再到这个 拉紧盘 上方传入 再弄到 腹肌上边 从这个 拉紧轮 下方传入 过来以后 绕过八字轴 再八字轴 左方传入 左方传入 缠到这个 收线盘的 尖的地方 尖的一面 小的一面 将两根铁丝拽进 然后将压丝轮 压住 铁丝 现在开始 穿刺丝 刺丝 刺丝 一定要直 刺丝 铁丝 一定要 一定要直 通过压丝轮 松开上边 那个 蝴蝶被膜 然后松开螺丝 从压丝轮 两个压丝轮中间 传入 输进 槽刀 另外一侧 也是从两个压丝轮中间传入 穿进槽刀 顶路切丝刀 顶路切丝刀 然后 压紧 压紧上边 螺刷 外侧螺丝一样 压紧 紧死 蝴蝶被膜 现在开始 自动 将离合器 放到最左端 离合器 放到最左端 现在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 自动 离合器 向右边 右侧拉 机器会慢慢旋转 慢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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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 两个铁丝 设定数据 设定数据 到处停机 按一下复位 这个白白颜色按键 直接复位 再按启动 直接再开机 现在又停机 将数据设长一点 200 复位 接着按启动 一定要将两个机器 固定好 到处停机 现在开始卸盘 旋转负极 将向上方 隔销插住 插住 插住 铁丝 铁丝掐断 上方插销 拿出来 将插销取出 手键盘 取下来 取下 将收键盘 旋转方向 取下收键盘 旋转方向 取下收键盘 收键盘 旋转方向 用力往下蹲 将铁丝取出 收键盘 螺丝拱堆机 螺末金丝 螺末金丝 把铁丝取出 圆套插住 上方 将铁丝 丝丝 丝丝 串锹串入隔销打开 再将铁丝 缠入收线盘上 铜块上边 离合器上边 要打黄油 所有齿轮都打黄油 所有齿轮 齿轮 所有机器齿轮上面都要打黄油 外侧连杆 是调整次距长短 调整次距长短 松开 松开这个螺丝 然后调整 外侧两个小螺丝母 越往外调 次距越长 越往里调次距越短 调整的那个长度 为 末端 次的长度 调整前端 前端次的长度 就调整铁丝刀 调整铁丝刀 往里边挫 挨着铁丝 主丝越近 刺越短 挨着主丝越远 刺越长 腹肌 腹肌 腹肌上面右侧摩擦片 这个手轮 手轮压的力度越大 卷的往越紧 但是有一点容易把主丝拉断 压的力度越小 缠着越松